哈喽,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我是老四皮江灵 目前已经是第十五期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制作 发现之前做的内容有很多瑕疵 包括语言组织,文案和视频选择上有很多失误 所以可能会给老爷们造成一些困扰 对此我表示十分抱歉 江灵也是想把好的内容奉献给视频前的你 以后一定会更加努力的做好每期视频 做这个的初衷是因为某网盘不能下载磁力链接了 导致我需要把之前收集的所有AV女優影片 都要重新传输到新的网盘 也因为网盘的容量有限 所以也是想重新把优秀的作品整理收藏 借此机会也让自己了解一下AV女優的故事 顺便做个视频给大家分享 好,废话不多说了 下面介绍本期的AV女優 一个青春的女孩在AV出道前 与男人的性经历为零 通俗的讲就是处女 出道后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热潮 她就是神功四乃绪 一头乌黑的直发和美丽的外表 气质端庄却没有过分的滑而不实 纤细紧致的腰身搭配易兆威的完美胸部 变黑变大的乳韵 以及略显下垂的特点也是相当诱人 与她干净利落的外表差距很大 是大多数男人心目中理想的女神形象 尽管她的身材很好 但她出道前竟然没有接触过男人 这就太耐人寻味了 在初中之前 她一直是一个开朗的女孩 但高中女校时与朋友们相处的并不开心 不仅朋友少 连男朋友也没有 更别提爱情了 所以她的大多数休闲时间都是用来看动漫 也导致她现在是名副其实的沉浸BL作品的腐女 直到毕业后 兼职工作时 思考自己是否会一辈子都作为处女 直到生命尽头 于是 对此事担心的她 找了一份AV女優的工作 决定要彻头彻底的改变生活 不仅可以结束自己的处女 还可以直接跳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开始新的生活 刚拍摄时 就跟大多数AV女優一样 还是处女的她 是很痛苦的开始 但之后渐渐有了奇怪的感觉 那是她第一次爱 不像很多女人那样 先有爱才有幸 而她则是因为有了幸之后 就爱上了这种感觉 以至于拍完第一部电影后 就迫不及待的期待下一步的开始 由于拍摄后欲望高涨 只能随便找个人约会 解决了当时自己的心欲 2017年20岁的她 以处女身份出到AV之后 就以企划单体女佣活动 在短短一年时间 她就发布了近50部AV作品 在2016年 成为已婚女性和成熟女性专业制造商 麦当娜和音道射精专业制造商 Honaka两家公司的独家AV女佣 出到一年半 22岁的她还算不上成熟女人 但她沉稳大气 非常适合饰演少妇的角色 渐渐的她从一个没接触过男人的美少女 成长为让男人着迷的性感AV女佣 但在2020年 她离开了这家公司 转投热门影片制造商Moodies 时至今日 她拍摄的作品也受到粉丝们的热捧 身体异常敏感的神公寺 即使在没有任何前妻的状态下 只通过接吻就可以立刻食润 直接的性感会更受她的欢迎 也因为长期的AV女佣生涯 造成了她现在欲求不满的状态 在采访时说 目前无法被她的男朋友满足 所以只能依靠AV拍摄时 才能得到欲望的释放 她也发现 一个女人在性满足的那一刻 皮肤会得到滋润 而自己也会真正像女人一样生活 这是一个女人美丽的必要条件 还表示 性爱中最重要的是你沉浸其中的程度 在拍摄中 让对方得知自己想要更多 是很重要的 希望对方在做的时候多看着自己 这甚至能让他有时会感觉到 与对方的爱意 只有在做爱过程中 你才能忘记现实所有的琐事 全身贯注着投入 才会让你更好地感受到性爱的魅力 以上就是关于他的个人信息 接下来我会对他的部分作品推荐介绍 精品推荐一 大名鼎鼎的 武田宏光人气作品 麦德纳首次改变成真人版 神公司与丈夫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并一直认为这份美好的生活可以持续下去 但万万没想到 他的丈夫在工作中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作为损失的补偿 社长要求让他的妻子作为自己的贴身秘书工作三个月 于是为了心爱的丈夫 神公司只能同意这无理的要求 然而却在这短短的三个月中逐渐沦陷成为社长的性奴 并堕落其中无法自拔 此剧中最经典的台词就是神公司的一段独白画面 在老公工作的白天 我则在办公室里和社长望我的爱爱 老公吃饭时我也在用嘴炸出社长的精华 就连老公一个人睡觉的时候也是 每晚在夫妻的床上被社长持续侵犯到天明 文字加上画面实在是太戳NTR患者的性癖了 神公司在片中的表现也是非常出彩 精品推荐2 URE067 神公司作为麦当娜专属女游两周年纪念 改编自中华南洛特的岳父达人广美的深夜 神公司作为结婚三个月美丽又纯洁的妻子幸福的过着新婚生活 然后她的公公却对她产生了一种不寻常的迷恋 有一天她抓住了神公司的弱点 并以此来威胁 无情的调教她 开发她的身体 让其堕落成为一个身体极度敏感的女人 欲求不满的神公司 此时已经不能满足于丈夫的姓氏 开始频繁与公共发生关系 还被当作妓女 卖春给丈夫公司的社长 而且还当着弟弟的面 与两个老年人发生关系 彻底变成了公共的性命 精品推荐3 DASD504 一个黑人因为父亲的关系 要来家中激素一段时间 而已经是已婚人妻的神公司 幸福的与丈夫生活在这个家庭中 一天 那个黑人洗完澡后 穿着长裤在家中四处游荡 中间所随下来的巨物 深深的吸引住了神公司小姐 隔天 家中只剩下两人时玩起了游戏 结果神公司小姐输给了黑人 没想到她竟然把那根巨物 压在了人妻的脸上 看到如此大的龙根 着实令她喘不过气 直到被黑人完全占有后才第一次领遇到了异样的快感 从此也臣服在了黑人的龙根之下 丈夫什么的都已经不重要了 以上就是本人推荐的三部神公司小姐精选影片 全部都是NTR题材 希望大家那么喜欢 好了 本期的介绍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